这个女孩才七岁,就会把家里吃生的鸡翅重新包装,拿到街边假装义卖赚钱,13岁又锁定了同学们的叛逆需求,在学校里倒卖烟草,再次赚到盆满钵满,没错,她拥有超高的商业头脑,从小立志成为女版白肥套,懒都懒不住,更让人嫉妒的是,就要赚钱还不耽误她考上名校,但她不想上,因为她的家庭步不起高亡的学费,但这种小问题怎么能难住她? 她开始在球场收买假球票,靠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再一次赚到手软,眼看学费就要凑齐,没想到警察已经盯上她了,将她逮捕,过行40个月,不过这并不影响她的赚钱之路,她在监狱里又发现了商机,打听到犯人最爱喝牛奶,于是她和郁警打通关系,弄到了牛奶,以高价卖给犯人,利润和郁警五五开,她迅速成为监狱里最大的商人,可还没高兴几天,母亲一个电话, 让她跌入谷底,她的律师费和罚款高达几万美金,这让她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下她计诈了 好消息是她表现良好,提前20个月出狱,注意的她果然接到了追债电话,她开始忽悠追债员,细心地帮她算账,追债员觉得她很有趣,还是跟她交心,也就在这时,她得知,每要回一笔钱,追债员就有10%的勇金, 她瞬间心动了,很快,她来到公司应聘追债员,老板大壮看她身体弱小,不想录用她,这下她急了,她胯下海口,说自己一个月就能成为这里的追债冠军 大壮也不废话,按着业绩最差的员工,让她滚蛋,顺利让她入职,而她的表现,震惊了整个追债公司 别看这个女孩瘦瘦小小,但她其实是个追债员,不过她追债靠的不是拳头,而是靠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告诉欠债的妈妈,提前还债有力解压,方便催生母乳,告诉欠债10年的老奶奶,再不还钱 这笔钱会累积到你子孙的身上,利息翻倍,代代相传 老奶奶吓得不行,当场还了钱,还钱后还反过来感谢她,弟子孙省了利息 一转眼到了月底,她的业绩高达300万美元,她计算提成有30万,可以轻松支付学费 可到了发钱这天,她才发现,老板竟疯狂扣自己的工资,只给了她3万块 她立马决定甩脸走人,她要开自己的催债公司,抢占老板的市场 从老板那里,她了解到,全美债务的总金额高达15万亿美元 银行收购回来的,就把这些债务,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追债公司 怎么催债,没有法律约束,也没人会管 她很快开始行动,第一步,资源逞合 她找到老板的上友,高价买了坏账欠条 第二步,着急人马,这些人可以不高不壮,但必须有特长 她找到曾经的育友,专业克服20年,声音让人欲罢不能 还有这个亚裔大妈,会无种语言,无论是谁,只要有特长,统统纳入麾下 她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催债,而是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这一套,神得人心,人才就是人才 没过多久,他们就将所有账单清理完毕 而这个女孩再次报复 她一鼓作气,把所有现金都拿去买新账单 准备抢占前老板的市场,报仇血恨 当你赠到100万美元,不会去做什么 这个女孩通过要债实现了报复 她一鼓作气,把所有钱拿去买新的签条 准备抢占前老板的市场,报仇血恨 老板这边收到消息,准备好好整治女孩 一次团结,女孩在厕所里被人扑了一通狗血 她知道老板开始搞事了,赶紧称回基地 但还是晚了一步,基地一片狼藉 所有欠条都被抢走,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她知道自己必须用更聪明的方式迎过她 当晚,女孩顺砖打扮去找律师前男友 前男友心欢怒放,趁着前男友出去买小雨伞时 干净接用电话,用律师的名义报警 说老板那边有非法活动,警察果然相信 很快,驱车赶去,把老板一伙人带走 就在警察逮捕老板的时候 他们就悄悄潜入老板的公司 拿走了老板的所有欠条 没有了竞争对手,他们干净失足 不久后,你还再次转到输软 可他和老板的这场战争也正是打响了 警察突然找到女孩家里,没收了她 为了逃睡偷偷藏起来的街 并将母亲带回去审问 就在这时,老板打来电话,果然是他搞的鬼 这下,他彻底发火了 他拿着枪冲去找老板,决一死战 老板小人得志的样子 让女孩更加愤怒 他用最后一丝理智压抑自己 没有朝他开枪 而是直接上去和他打了起来 结果,他也被警察带走 在这里,他和母亲团聚了 现在的他已经让母亲感到厌恶 母亲劝他回头试案 谁知女孩出了看守所 立刻联系了所有讨债工资 还让员工成化 这次聚会,可以让他们赚一大笔钱 果然,听到钱,所有老大都来了 包括老板 这时,女孩开始演讲 他告诉大家,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 今年,全美欠了一千亿债务 只要大家一起合作,绝对能赚翻天 经过女孩的激情演讲 所有老大都心动了 谁知,他早在牛头里藏了一个摄像头 把他们的对话都拍了下来 警察此时,已经在他们的公司里搜查证据 所有的欠条都被没收 女孩的仇总算是爆了 他又来到现男友的办公室 找到了那些被警察没收的账单 一把火全部烧光 用武警报器开始洒水 好像也在给他清洗曾经看下的过程 为他伤害的人,伤害的家庭,给予原谅 因为纵火,女孩又进了监狱 但他不再想着赚钱 而是开始教大家金融知识 这次依然是表现良好 提前出狱 母女俩成规也好 家人们给他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结婚晚会 而他也决定不再拼音赚钱 好好对待身边的人 但欲望是不可能消失的 哥哥拿出一笔钱 这是他送给女孩的出狱礼物 女孩看着钱 赶紧冲进厕所 深吸一口气 是的,他又忍不住了 赚钱的欲望再次燃烧 他做出决定 把赚钱的目光从穷人转移到货人身上 故事第四